被困日本关西机场的国人中有碰我驻日单位为帮助他们离开机场,反而是受驻中国大陆使馆人员。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认为我驻日本单位有实质之嫌,但这不是个案,应通案检讨。 记者杨儒佳摄影 分享 日本关西机场本月4日因台风淹水停摆,被困在机场的台湾旅客中有人搭中国大陆大使馆安排的车辆才得以离开机场,有游客机碰我驻日单位为照顾国人。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今天就此表示,日本代表处官员和驻日代表有实质之嫌,这看起来是个案,事实上反映我国所有驻外人员。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员的心理状态,应通案来检讨。 韩国瑜今天被媒体问到这件事实说,这不是单一的问题,是所有中华民国驻外使馆人员服务侨胞的热忱有没有符合民众需要的问题。 从日本关系的情况可以看出来,日本代表处的官员以及驻日的代表有失职的嫌疑,他表示,为何中国大陆大使馆可以帮助台湾侨胞? 自己的大使馆不帮助,甚至抱住衙门的心态。 这看起来是个案,事实上反映所有驻外人员是不是心理的状态已经变成了很冷漠,很应付,或很敷衍,这可以当通案来检讨。 被困日本关系机场的国人中又碰我驻日单位为帮助他们离开机场,反而是受驻中国大陆使馆人员。 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韩国瑜,中,认为我驻日本单位有实质之嫌,但这不是个案,应通案检讨。 记者杨儒佳摄影。 分享。